马太福音第六章 你们要谨慎,不可故意在人面前表现虔诚,叫他们看见。 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赋的赏赐了。 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叫人在你前面吹号, 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做的, 故意要得人的称赞。 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 你施舍的时候,不要让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 好使你隐秘地施舍。 你父在隐秘中查看,必然赏赐你。 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 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祷告,故意让人看见。 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 你祷告的时候,要进入内室,关上门, 向那在隐秘中的父祷告。 你父在隐秘中查看,必将赏赐你。 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那样重复一些空话。 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 你们不可效法他们, 因为在你们祈求以前, 你们所需要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 所以,你们要这样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陷入试探,救我们脱离那恶者。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阿们。 你们若饶恕人的过犯, 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 你们若不饶恕人, 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 你们进食的时候, 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 脸上带着愁容。 因为他们蓬头垢面, 故意让人看出他们在进食。 我实在告诉你们, 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 你进食的时候, 要梳头洗脸, 不要让人看出你在进食, 只让你隐秘中的父看见。 你父在隐秘中查看, 必然赏赐你。 不要为自己在地上积蓄财宝, 地上有虫子咬, 能嗅坏, 也有贼挖洞来偷。 要在天上继续财宝, 天上没有虫子咬, 不会嗅坏, 也没有贼挖洞来偷。 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 你的心也在哪里。 眼睛是身体的灯, 你的眼睛若明亮, 全身就光明。 你的眼睛若昏花, 全身就黑暗。 你里面的光若黑暗了, 那黑暗是何等大呢? 一个人不能服侍两个主, 他不是恨这个爱那个, 就是重这个轻那个。 你们不能又服侍上帝, 又服侍马门。 所以, 我告诉你们, 不要为你们的生命忧虑, 吃什么, 喝什么, 或为你们的身体忧虑, 穿什么。 生命不胜于饮食吗? 身体不胜于衣裳吗? 你们看一看那天上的飞鸟, 也不种, 也不收, 也不在仓里存粮, 你们的天赋尚且养活它们。 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 你们哪一个能借着忧虑, 使瘦数多加一克呢? 何必为衣裳忧虑呢? 你们想一想, 野地里的百合花是怎么长起来的, 它也不劳动, 也不仿线。 然而我告诉你们, 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 它所穿戴的, 还不如这些花的一朵呢? 你们这小信的人啊, 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 明天就丢在炉里, 上帝还给它这样的装饰, 何况你们呢? 所以, 不要忧虑, 说我们吃什么, 喝什么, 穿什么, 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 你们需要这一切东西, 你们的天赋都知道。 你们要先求上帝的国和他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所以, 不要为明天忧虑, 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 一天的难处, 一天当就够了。 谢谢。